欢迎回来 行动时代治安问题备受关注 一份最新研究指出 Android手机有着严重的安全漏洞 只要手机一接收到短信 就有可能遭到恶意病毒软体的攻击 根据网络安全公司新培立安的研究 安卓手机的这一安全漏洞 可能影响到全球9.5亿手机用户 占安卓用户的比例高达95% 这个漏洞的问题在于安卓手机在收到短信时 会自动对收到的文字、图片、音频或视频进行数据分析 也就是说 不管用户看不看短信 只要手机一接到信息 就可能已经感染恶意软件 手机一旦中毒 骇客就可以完全控制整部手机 浏览整个设备 启动应用程序 甚至秘密打开摄像头 谷歌也已经坦诚 这项漏洞确实存在 新唐人记者 乔安综合报道